大家好 我是Kogo 今天我們會在東京的地方 其實東京是甚麼地方 我覺得很值得去的地方 今天就為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是第一個 今天的第一個就是要講這個秋葉園 秋葉園我們叫做 Akihabara 我第一次去秋葉園的時候 一出JR站 然後是 嘩 你這個感覺好像去了另一個世界 感覺有點像去了動漫裡的世界 如果你去過就知道我說甚麼 沒去過的不要緊 去體驗一次就知道 它整個秋葉園的氣氛 因為它所有店舖都是一些動漫 或者一些夾公仔店 或者一些模型店 那如果你是一個喜歡動漫的人 就絕對要去這個秋葉園 而且去當地也有這個 呂布Cafe 或者AKB48的Cafe 甚至乎高達的Cafe 也有的 那如果你是很喜歡這方面的話 請記得一定要去秋葉園看看 那如果你不是這個動漫迷 也不要緊 又或者你是跟家人去的話 想多看一些當地的文化 當地的風景 你可以去這個地方 就是淺草 淺草的日文呢 我們會讀作 ASAKUSA ASAKUSA 那是淺草 大家很出名的地方 應該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有雷門那個 很大個在門口那個 那它在雷門 我們日文會讀作 KAMINANIMO KAMINANIMO 這樣你去得淺草的話 就記得要在雷門那裡拍張旅遊展 因為那個 是一個地標來的 就是你不去拍照的話 好像不知怎樣的 那進去的話 就有一條 商店街 可不可以叫商店街嗎 兩邊會有一些店舖 是賣這個 阿米亞基 賣土產的 那其實不只旅客會去的 即是日本人 其實也會在當地的地方 買手信 回去給自己的朋友 那所以大家可以去的時候 在那裡買一些手信 都可以的 其實我覺得日本的好處就是 那裡的手信店 我覺得不算特別貴 即是你不會有一種烤炸裂的成分 大家 即是可能會貴一點 那 但是 有時候也是那句 時間仔金錢 大家如果要特地去找一些手信的話 其實可能還會浪費時間 所以如果你想去淺草買一些紀念品 其實在那條街買 我也覺得OK的 那之後再走前就是那個廟宇 大家就可以進去參拜 那至於在這個淺草附近 就有這個晴空塔 那大家可以選擇走去河邊那裡 就遠望這個晴空塔 或者走過去 或者是搭巴士都可以的 但是走是有少少遠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和家人 即是爸爸媽媽一起去的話呢 我就比較建議你搭回這個電車或者巴士 那這裡的提示呢 就是大家如果去開淺草的話呢 可以試一下這個和服體驗的 那不是很貴的 我那時候約了都是5000日圓 就可以體驗一天的啦 那它分不同的時間去穿的 因為需要當地那些專業人士幫你穿上去 那穿的時間呢 大概是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 看看你選衣服選多久 因為你知道女孩子去到有多少這麼漂亮的和服 是需要選很久的時間的 那這些體驗呢是要預早約定的 所以大家記住上網 穩定一間呢 你喜歡的 然後就E-mail過去到底約時間啦 那記住呢 作為一個負責的旅客呢 如果你是不去的話呢 記住要跟別人說話 因為呢 他們的公司呢 是預留了一個時間給你的嘛 如果你不去的話呢 別人又準備了給你呢 而其他旅客又預約不到的話呢 那就有點不負責任了 那大家也不需要擔心 有時候你預約可能 因為早的時間都被人約了 你可能只約到11點12點才穿 那你就會想 啊我3點要還衣了喔 會不會很快 就是不可以拍很多照片 對了 我當初也有擔心過這個問題的 但後來發現是不用擔心 因為呢 你穿著一套和服呢 是根本穿不了那麼久的 嗯 首先呢 它很緊啦 然後呢 你吃飯的時候很不方便 因為你怕弄髒啦 然後走又很不方便 你就可以小睡步啦 男士會好一點的 那但是 當你的女士那麼不舒服的時候 我想你會和她一起回去玩和服的 那另外呢 做和服最不方便的一件事呢 就是你去洗手間 真的很不方便的 那所以大家記住啦 在穿著之前 一定要去洗手間 要不然就很尷尬了 最後一個呢 要介紹東京大家必定要去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台場 台場呢 是我在東京最最最最最喜歡的景點來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呢 你去旅行都是想放鬆的嘛 那台場就是一個最好放鬆的地方 因為呢 它又大啦 然後又舒服啦 然後又 什麼都有啦 就是你不會覺得很悶 風景又有 那些店舖又有 那些海風吹過來也很舒服 還有主要有高等級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一家大小去 或者情侶 或者自己去 其實我都很建議大家去台場 因為台場是一個好地方來的 我決定了呢 每次去東京旅行的時候呢 都要找一天去台場的 那簡單介紹一下台場是怎樣去的 你可以答這個 林海富都心 林海富都心的日文 我們叫做 林海富都心 林海富都心 是的 那大家搭一個林海富都心 就可以去到台場的啦 或者呢 如果你是在淺組過去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搭船過去 都很方便很快的 那當然價錢方面就比較貴 那台場是有很多不同的 嗯 店舖 不是店舖 店舖 叫做百貨公司 是一個個商場 那它都算分得很開的 而且很著名的NHK電視台 也是在那裡的 那如果大家有時遇對的話 可以去參觀這個NHK電視台 都可以的 那另外呢 它也有這個摩天輪可以坐的 那簡單點來說呢 就是一個放假的地方 那它的日子呢 不是很多啦 你走的商場會走得很舒服的 然後呢 什麼都有 所以呢 適合大家一家大小去玩的 那如果你是星期六日去的話呢 它就有這個免費的接迫巴士 就是一個長環線來的 就去了台場所有的景點啦 有什麼科學館啊 彩虹橋啊 摩天輪啊 或者是高達啊 那個商場呢 那大家 和家人去的時候 又不想他們走那麼多路呢 你就可以 假日星期六日 才去台場 搭那條循環線的巴士的 那今個禮拜 和上個禮拜呢 就用了四天 去介紹東京不同的地方啦 那以上都是我覺得 值得去啦 和我想去的地方來的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其他更好 更值得推介的地方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所有人 那大家去旅行的時候呢 可以參考一下的 那當然啦 東京也有很多 值得去的地方 譬如是 迪士尼啊 或者是 代官商啊 自由休啊 木黑啊 等等呢 那些地方都很值得大家去的 那這裏我就不用太多集去介紹啦 但是大家去旅行之前呢 記得要檢查一下你想去的地方的日文是怎樣說的 因為呢 你在搭車的時候呢 你可能要聽著去 下一個站要下車啦 或者你想去某某公園的時候 你又不會走呢 你要問日本人的時候呢 你都需要知道那個地方的日文名呢 才可以問路的 要不然就用最原始的方法啦 就是寫下去 然後用手指都OK的 那呢 我們今天介紹東京的地方 就來到這裏啦 那我們下次有機會就介紹一下大阪那邊 我覺得值得去 然後大家有 可以去玩的地方啦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裏啦 那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讚好 和訂閱我的頻道啦 另外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和IG 那裏會分享更加多日本的資訊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裏啦 じゃあ またね 拜拜 小鈴鐺 我們會不會有 barn second 我們會不會做任意的 就是要點錢 都是不是二零 有問題 我們會想想想想知道